字幕提供 OK 我上次秀了這個讀卡機之後呢 有一個網友叫做Dan Lee 他在我的留言板上面問我說 可不可以讓我做個教學 因為他之前試過一次 找不到下載方式 所以就直接放棄把卡抓檔案了 那好 這是我第一次做教學 那我就做給你看 看我怎麼樣去把檔案抓下來的 那我就是用螢幕錄製 首先呢 這個卡 SD 放進去 OK 那我是iPhone 用Lightlit 我現在開 他就會出現允許連線 他就會出現這樣子的畫面 那我就看到設備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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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e 就可以看到它全部的檔案 我一直滑黑到最新的檔案在最下面 早上 拍的 這21秒的 我找更前面的 OK 這是3分鐘的影片 那你會看到說 他的檔案是232.3 我選擇編輯 然後分享 他會去夾展 然後 儲存影片 我就到我的 緊急的發現 他已經跑到 我的相簿裡面去了 我的相簿裡面去了 而且 這個是 已經拔下來喔 表示已經真的是在我的相簿裡面 OK 就這麼簡單 那他這個APP裡面 你也可以把手機的相簿抓下來 那因為我不是業配 所以我就不叫這麼細節了 那他很多功能啊 更新的照片 所以還蠻好用的 把它隨時放在車上 當你需要它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 多網友問我說 去哪裡買的 那如果你是住在台南市中心的話呢 你可以到民生路 靠近西門路 的右手邊有一家 好像是瑞西吧還是忘記了 就是一家3C店的那個 手機殼啊 一些線路的專賣店 他說再進去之後呢 櫃台的旁邊 你可以請那個 櫃台小姐幫你服務一下 或是把我的相片 寄給他看 那他就幫你找 以上的教學呢 就希望有幫到Denley 那如果你還有所謂的 使用上的問題的話呢 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或是你在私訊問我 那我盡我可能的 去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不是業配 我只是想說 把我的經驗分享給需要的車友 謝謝